哈囉大家好 我是翁萱 今天要拍這個影片呢是要教你們怎麼畫眉毛 一定會有很多人想說 欸 為什麼你要教我們怎麼畫眉毛 你們眉毛怎麼畫又不關我的事 但是因為我本身真的受不了 眉毛畫得很難看的女生 我有時候走在路上看他們那些眉毛 我真的是受不了 他們的眉毛我真的是直接嚇到 不知道他們本身是太愛吃原本是在他們家的海苔 還是他們本身是蠟筆小新的粉絲 我們就稱小新迷好了 他們的眉毛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 我真的是受不了 他們眉毛花這麼失敗就算了 他們走在路上依然有風 走路搖搖拜拜的 好像就是想要跟全部人講說 我就是國際巨星想要跟我創味這樣子 真的非常非常有自信 那小姐不好意思你的自信真的是用錯地方了 自信不能拿來這樣子用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 他們如果以後去按摩 那些按摩師真的沒有辦法幫他按摩 他會說不好意思小姐請問你的太陽穴在哪裡 找不到你的太陽穴 你的眉毛已經畫到太陽穴這邊了 好可怕 好可怕喔 不過像美人我本身呢 之前剛開始學畫眉毛的時候 我的眉毛也是畫得非常非常粗 我現在到頭來看真的非常非常後悔 我真的好像是被鬼打到 那個眉毛粗的要命 因為也沒有人教我 我就覺得 欸 眉毛畫越粗就越好看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覺得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頭腦是裝什麼大便還是什麼的 我真的是沒有在運動 這邊跟大家say個sorry好不好 say個sorry 所以今天美人我 就要下海來教各位 到底要怎麼樣畫出適合自己的眉毛 要不然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OK我知道你們看很多彩妝節目或是一些彩妝師 他會告訴你們說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要拿一支眉筆來比你的眉尾 然後比一下你的眉峰 然後就這樣畫 會非常非常漂亮 我不聽那些狗屁的東西 像我本身呢 告訴你們 眉毛就順著畫就好了 就很像那種三歲小孩子在框框裡面畫圖那樣子 就是先描一個框框 然後在裡面順著畫 非常非常的簡單 OK 前面順著畫完之後呢 再把你頭轉過來 描繪一下你眉尾的眉型 我們一切呢 就是順順著畫就OK了 最後再拿這個梳子呢 輕輕的梳一下就好囉 你看 這樣是不是很好看 拜託不要再做海苔人了 歸下來求你了 你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就是自然系 這邊就是體面系 所以呢 不要像是那種原本像的海苔嘛 這樣子不是很好看 這是我原本的眉毛完全沒有畫的 這是簡單畫過一下的眉毛 其實我本身不是畫眉毛達人 但是我只是把我的經驗分享給你們 你們要不要聽 你們要不要去效仿我 或者是說你們要不要參考 那都是你們的事情 你們人生是過你們自己的 我只是想要奉勸各位 不要再當海苔人 好可怕 不要再當海苔人 你們愛吃原本像他們家的海苔 也不需要做到這樣子好不好 你想當他們代言人是不是 OK 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喜歡 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現在馬上就離開